一直用這個 這個是講商機 那個 因為我長期關注無人機法規 我從第一場的母法到最後一場可以公聽錄影的指法 我都有去 都把它直播或錄影 可以在YouTube或FB搜尋 講商機 前面先廣告一下 距離在年會的時候有人在問說那個空拍 其實這不一定要付費 你只要是公益或人權類的無人機空拍 可以去STIA找一下 有人可以支援 目前有支援過跆拳或很多就是公益的活動 但是請不要Facial不要把它拍照 就是申請的 你只要不違法 重點不用錢 只要不要是商業活動不是政治活動 但是錄法不算公益 謝謝 要要求只要人權議題不要拍Facial 因為怕有一些人去支援空拍的時候 會影響他的工作 好 我們剛剛 早上一來有人就提說 現在台灣無人機法規啊 現在已經過了說 無人機要考照 現在這個都還沒有開始 因為他現在還是在執法修的階段 現在重點呢 不會變的就是 確定一定會線上考照 那個數科啦 數科是現場考 線上考照 現場考數科 自然250科就要登記 法人呢 全部都要註冊 註冊 兩年以後要更新 法規呢 有定 就是 活動啊 只要 最少的保額是 一個人 300萬 只要有人死亡 最低是300萬 如果沒有達到這個保額 全部都要發 都要開罰 再來 最好笑的是 外國人以後 台灣的機制 外國人用E-mail 台灣人用憑證 這很好笑 這個 古早的憑證還在用 美國呢 現行的 它是用 就是用信用卡 不管你的申請 機制或者是 APV整合 它就是 直接在軟體畫面就有了 再來 簡單說呢 在台灣的 就是自然人 什麼都進了 1到 應該有10條 放上影片 我會再修改一下 1到10 就是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 全部都禁掉了 先禁國家 我們現在還沒有實行 實行新法 新法是明年7月1號開始實行 舊法呢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最讓人要詬病 機場周邊無人機應用呢 只能公務機關 或相關單位可以申請 新法呢 無人機的業務喔 只有法人 可以申請 如果是製作YouTube的影片 就是無人機的影片放到YouTube呢 這個目前台灣 不行法人 就是管不到這一塊 因為FAA的標準是 只要是 你要YouTube 或者YouTube 就是放上去 都要 都要 這個假議題 就好像在玩遊戲 打 打通關喔 現在一個無人機法案 那以後又一個無人載具 讓人家去破關的 這個預告程序呢 奇怪 到現在目前跳過 我都還沒看到 目前公佈的平行時空 不知道 都一直查不到 這個法規 執法要預告 在哪裡都沒有人知道 美國一年前的做法 全部自動驗證 最後呢 就是 立法規劃出錯會有一堆商機 就 就看你知道商機在哪邊 就 例如呢 一個是證照 一個是 飛行紀錄 還有一個 無人機沒辦法飛 尤其是 呃 一般的民眾跟 公務機關的無人機 以後會變得 起飛都要向對岸申請 謝謝